白色轎车也不管已经绿灯 直接停在路中 邪借把后面车辆拦下来 车上一名男子持枪下车 就朝着后方的驾驶开枪 凌晨5点多连续16声的枪响 惊动附近民众 声音大到有民众以为是在结婚放鞭炮 而这起枪击案发生在屏东光复路段 警方到场查气 发现地上留有十多枚弹壳 被害人的引擎盖上留下十多个弹孔 车上一名男子左手臂重弹受伤 X光明显看到子弹停留在手臂上 还好就医后没有大碍 经调略监视器及通知相关人到场说明后 以锁定特定犯险 中秋节连续枪响 还有人中弹实在很吓人 还好清晨路上没人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疑似室友仇家当街寻仇 行径相当嚣张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嫌犯追其中 三立新闻朱俊杰成员屏东报导